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阵容曝光 校战加盟 杨阳 迪丽热巴同台 翻加台2022跨年阵容曝光 校战连续三年加盟 任加伦白鹿为合体 尹延 转眼2021年已经接近尾声了 距离跨年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不少电视台也在着手开始准备自己的跨年晚会 每年各大卫视的跨年嘉宾阵容 都受到观众们格外关注 东方卫视和湖南卫视的阵容更是吸足了观众的眼球 有网友曝光了一份东方卫视跨年晚会的嘉宾名单 首当其冲的就是校战 作为青年演员和歌手 现如今的校战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无数的粉丝支持 算得上是实力顶流 2019年和2020年校战 都是在翻家台参加了压轴表演 而2022年估计也不例外 目前还没有公布校战会在演唱会上唱什么歌曲 可粉丝已经等不及了 有的人已经开始蹲跨年晚会的门票 只为去见校战一演 作为一名实力与流量兼具的明星 校战的人气是毋庸置疑的 迪丽热巴和洋洋也在邀请名单中间 2021年两个人合作演绎了一部 就名为你是我的荣耀的电视剧 电视剧里两个人饰演的是一对情侣 小甜剧加上俊男靓女的组合 一上线就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官剧潮 该剧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 这次跨年晚会两个人的如果再次合作 也会再度掀起了CP粉的狂欢 东方卫视不愧是掌握了流量密码 随便一个拿出来就是顶配 都能够让观众尖叫 洋洋的颜值加上迪丽热巴的美貌 绝对是眼粉的天堂 除此之外 2021年有作品播出的任嘉伦也被邀请参加了 周生如故里他饰演的周生辰 让很多人眼泪哗哗的流 堪称是今年的大虐剧 不过后来的一生一世又甜了回来 从前的那些眼泪真的没有白流 任嘉伦在2021年的跨年晚会上 也是在东方卫视参加的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饰演崔时宜的白露并不在邀请名单上 要是两个人一起现身的话 那么跨年晚会就又能看到一对荧幕情侣合体了 不过距离跨年还有两个月 白露最后能否来东方卫视还不一定呢 除了演员之外 演唱会最重要的就是歌手了 这次演唱会的歌手含量也是满满的 首先就是之前参加追光和披荆斩棘的那些哥哥 他们都在邀请名单里 谭剑刺 陈小春 陈志鹏 两档综艺的哥哥既出动 究竟谁的唱功才能经得起考验呢 时代少年团也在邀请名单里 作为这两年兴起的少年偶像团 时代少年团是借着Keefe Boys的良好口碑 才拥有了这么多的死忠粉 不过这几个孩子都很优秀 现如今也到了他们可以独挑大梁的时候了 也让我们看看没有了Keefe Boys光环的他们 究竟是不是真的优秀 让我们期待他们的表演吧 除此之外 二一色也在邀请名单之中 早在6月份 经历了不少波折的二一色宣布了解散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解散之后 他们还有团宗在拍 依旧是用着二一色这个名头合作 不过不出意外的话 跨年晚会应该是他们最后一次再合体了 随着选秀时代的落幕 属于选秀的时代也终将远去 其中还有一些大家熟悉的面孔 像是朱正廷 李问汉 杨仁晴 他们都是初代选秀的艺人 还能坚挺到现在已经是实属不易 很多和他们同一届的选秀艺人 已经在南巡踪迹了 在这次的跨年晚会上 他们说不定也会带着自己的优秀作品 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中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